进出中组部 一个红二代理想主义者的另类人生 作者 严怀 播讲 夏秋年 第九章 第一节 胡志强推荐我入浩然营 夏 浩然营花絮 加州中部海滨圣地圣塔克鲁斯市郊的查米纳德五星酒店 一山临海与世隔绝 是真正的世外桃源 里根总统任加州州长时 经常来此度假和与幕僚密谋策划机要事宜 我们居住了一个月的这家五星级酒店豪华之极 住宿房间很大 办公桌椅 大小沙发 淋浴浴缸 阳台水吧齐全 免费洗衣 中晚餐皆是餐前酒 色拉水果 主餐酒 餐后甜品咖啡聚全的正式西餐套餐规格的豪华自住餐 上下午会议休息时的客间点心也相当奢侈 酒店拥有像中型健身俱乐部那样全套设施的体育馆 酒店距市中心和海滨几十英里 酒店小车可全天候免费接送我们往返 我们打听到暑期一天的住宿费要五六百美元 就要求换个便宜住处 殷之号毅然拒绝 你们沿袭有成 将来对中华民族稍有贡献 一切都值得 我们克余的体育活动非常丰富 马英九是篮球高手 沈君山的台球无人可敌 我的乒乓球略胜一筹 游泳则人人皆可 四个周末 我们分别游览了圣塔克鲁斯 旧金山 圣河西三城市和优胜美帝 红木等国家公园 马英九每次出游时都被不同的台湾游客围住 要求合影签名 老美总好奇地问 他是啥人 我答 中国中年影视明星 老外感叹华人中年明星的英俊 马英九当时是台湾县职部长 但是平易近人 毫无关架 外国专家演讲时 他经常为我们几个英语白痴翻译 周末旅游时 他就是首次来美的欧洲老土们的义务导游 我调侃 当年你刚毕业 就为蒋经国总统翻译 现在贵为部长 却是我们平头百姓的翻译兼地培 真是马小二过年 一年不如一年 将何日下呀 7月13日是马英九40岁生日 我们为人缘特好的他 举办了浩然营中唯一的庆生晚会 沈君山曾任副总理级高官和高校院长 现在正式官衔是严习营的执行委员 我们细称为殉岛主任 另一位执行委员许卓云则被细称为教务主任 58岁的沈应该是我们的师长辈 但与二三十岁年轻的 博士生毫无代沟 经常与我们一起打球和跑步 偶尔在南学园中开些高雅或不高雅的玩笑 大陆学园当仁不让地回赠同等量级的颜色玩笑 沈君山回忆 许卓云和我分任执行委员 许先生寻寻善诱 会人不倦 教务主任当之无愧 我的殉岛主任则是既不殉又不倒 绝对地放羊吃草 浩然营自始至终开放自由平等自然的营峰 自认不无威功 结业之时 学员们送了殷之浩和许卓云精致郑重的礼品 给我的却是一张三尺长半尺宽 有所有学员签名的大卡 其中有宇宙图书 但也有纯久美人 有赞誉亦美的颂词 但也有血而不虐的嘲讽 我十分得意 也认为十分恰当 至今挂在我的书房 作为珍贵的纪念 浩然营的告别晚会及节夜典礼上 我们说是赠送殷和许两位先生礼品 而对沈君山却说赏赐巨服唐卡 唐卡上的图画皆有所指 宇宙图书 因她是物理学家 美酒 她酒量大 酒得家 美女 她去年再婚 好像还有婴儿 因她刚得贵子 宋词和嘲讽是对她德高财重和诙谐幽默的双重肯定 8月5日 浩然营结束 我飞抵夏威夷 开始在东西方中心两年的研究工作 浩然营的后续活动是殷之号邀请学员中没有去过台湾者 寒假访问台湾 从1990年至2001年 浩然营分别在美国 日本 台湾 澳门 日本 马来西亚 美国 一共举办七届 参加的讲员有 新加坡前副总理吴庆瑞 香港大学校长王耕武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诺贝尔奖获得者高坤 台湾考选部长王作荣 中国发现浩然营不是境外敌对势力 后几届曾派著名学者和官员 如王沪宁 国台办副主任孙小玉 作家张成志等参加 王沪宁与我分别撰文纪念浩然营 1994年4月27日殷之号逝世 享年80岁 消息传至新加坡东亚所 我悲伤之余撰写下面的悼念文章 发到台湾载入殷之号纪念文集 这篇签字文涉及当时对浩然营的评价 及对我的影响 故揭露于此 悼念与纪念 40多年 参加无数研讨会 举办单位有台湾总统府国统会 中共中央 美国国务院 法国参议院 新加坡内阁 受益最多 印象最深者 首推殷之号先生创办的浩然研席营 1990年下 有幸自巴黎赴美国加州 参加首届浩然营 一个月中 大师级讲员的深邃讲演 两岸政要的深刻报告 杰出学员的深入讨论 四年后仍历历在目 我们老中青三代精英会萃 本身即是中国共和史和民主史的写照 长者是民国同代人 幼者是天安门孩子 尊者贵为前阁魁及政务委员 台湾最年轻的部长 及大陆最高学历的市长 卑者见为两岸囚徒及通缉要犯 勇者如台湾反对党领袖 及大陆海外民运组织首要 智者如大学院长 及驰名中外的作家 及亚洲第一女记者 旧与新知 这批恼有学识 心惧见识 胸怀胆识的中国人 在开放 自由 平等的迎风中 挑灯夜战 周末不休 激烈而理性地研讨中国与世界的过去 当今与未来 彼情彼景 毕生难忘 最令我钦佩的是被尊称为 浩然营大家长的殷之浩先生 为中国未来培养有用之才的独到见识 感为天下先 冲破重重阻力创办浩然营的卓越胆识 在诺贝尔奖得主的讲堂上 他是大智若愚 虚怀若骨的学者 在与杰出专家教授的讨论中 他是平等待人 思想深邃的智者 在浩然营学员和他的公司员工面前 他是平易近人 思想亲切的长者 老先生身教言传 身体力行的名言 我身为中国人 总想为中国人做一些有意义的事 则永远铭刻在众人心灵中 浩然营结束 前往夏威夷东西方中心工作 凭借浩然营的充电 在那里研究中国政治两年 研究成果被新加坡东亚所认同 继而受聘于此 近四年的境遇 些许受惠于浩然营和殷老先生 而其精神遗产 则终身受益不尽 经文 殷之浩先生先是 中国顿师动才 学生勇师良师 不胜悲伤 新闻 浩然营第四届明年续办 先生一智可计 浩然香火不灭 不胜欣慰 仅以此签字捉文 沉重悼念殷之浩先生 并纪念浩然营创办四周年 新加坡东亚所吴庆瑞老板 浩然营第三届讲员 知道身为首届学员的我准备撰文纪念 请我代为起草宴殿 我以吴的名义和口吻 将上文要点精炼成数百字电报发出 参加第三届浩然营的王沪宁 在其政治的人生中怀念殷之浩 人在这个世界上生活 度过自己的生命 大概要结识成千上万的人 在这些人中 有的擦肩而过 有的朝夕相处 有的人天天与你在一起 但是你对他没有什么印象 有的人偶尔与你见面 但是你能念念不忘 知浩先生属于后一种人 我和他只有两次相遇 然而他却永远地留在了我的心里 中国在知浩先生的心灵中 具有崇高的地位 我曾听到他十分激动地说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 历史文化感情都有凝聚力 浩然营是短暂的 可是我们都得到了一定永恒的东西 知浩先生的名言是 人必须活得自尊和骄傲 我对知浩先生了解不多 但是仅具此有限的了解判断 我想他是做到了 我与王沪宁价值观相逸 但是对阴之浩和浩然营的评价却雷同 这就是阴先生人格魅力之所在 浩然营的成功所在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